与你一起分享娱乐圈的那些事 赶紧来看看我这次带回来了什么好料吧 近日据港媒报道 知名影星廖启智去世已经一年了 妻子陈敏儿罕见接受采访 分享了自己的近况 从影数十年的廖启智 出演过很多经典影视剧 塑造了一个又一个让人印象难忘的角色 是一位家喻户晓的演员 年岁建长以后 他也没有退出娱乐圈 依旧敬业乐业的演好每一个角色 哪怕戏份不多 天有不测风云 一直很爱运动的廖启智 突然感到身体不适 入院检查后确诊胃癌 尽管他很积极的对抗病魔 但病情恶化的太快 去年三月底永远闭上了眼睛 中年66岁 廖启智去世后 妻子陈敏儿 偶尔会参加朋友聚会 去年年底 他出席了卢海鹏的生日会 从当时曝光的照片来看 他精神奕奕 笑容满脸 似乎已经走出阴霾 其实 陈敏儿只是外表坚强 内心依旧放不下老公廖启智 廖启智出生在香港的底层家庭 从小就懂得生活的艰辛 也珍惜每一份得来不易的机会 小时候 家里有位亲戚在大东电报局上班 他便时常去串门 借此来看 立的应声的粤语长篇 也是从那时起 他对电视台产生了兴趣 并在心里埋下了做演员的种子 中学毕业后 廖启智开始四处打工 做过很多底层的工种 但心中始终保持着做演员的梦想 七十年代末期 TVB重组 放弃电影公司 转型拍摄电视剧 开始对全社会招收演员 廖启智便动了心思 1976年 22岁的廖启智 鼓起勇气 报名TVB训练班 但却因为长相一般而被拒绝 虽然被拒绝 但廖启智并未灰心 他开始四处败师 希望能学到一点表演的技巧 1978年 廖启智再次报考训练班 终于被录取 与汤振业 梁洁华 陈敏儿等人 成为同期学员 然而踏入这一行 才是廖启智悲欢人生的开始 俗话说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 不是好士兵 而在演员行业 不想做主角的演员 也不是好演员 但这句话对廖启智来说 仿佛是一场空谈 始终无法实现 尽管他很努力很认真 却始终是班里的绿叶 只能给别人做陪衬 几年后 与他同期的汤振业都火了 他还是不温不火 虽说事业频频无气 但爱情却悄然而至 在TVB训练班时 廖启智的努力和认真打动了 同期学员陈敏儿 两人悄悄谈起了恋爱 相比郁郁不得志的廖启智来说 陈敏儿一出道 便受到力捧 曾是TVB的当红花旦之一 TVB著名的《薛丁山争稀》 《书见恩仇录》 《猎鹰》 《天降财神》等剧中 都有陈敏儿的美丽身影 陈敏儿不止外表美丽 心灵也很美 虽说廖启智的事业 一直没有起色 但他却从无怨言 一直很支持廖启智 1980年 两人还曾一起在上海滩中 打过酱油 廖启智饰演丁丽的马仔 陈敏儿则饰演酒吧服务员 两人自1979年相恋 经历了八年的恋爱长跑 携手走过了事业的最艰难时期 终于修成正果 1987年 两人注册结婚 开始了幸福的婚姻生活 在当时 陈敏儿因为美貌和演技而备受力捧 廖启智却还是配角 事业看不到任何希望 但陈敏儿却一点都不在乎 依然下嫁 甚至连婚礼都没有举办 就成了廖太太 婚后陈敏儿主动吸引 继连为廖启智生下了三个儿子 成了廖启智坚实的后盾 有了陈敏儿这样的嫌内注 廖启智在事业上奋起 先后饰演过很多经典拍角 1992年 龙民中的智障青年 1993年 射雕英雄传之九英真经中的周国通 1994年 新天龙八部之天山同老中的苏星河 1998年 冤家一姐不一姐中的石春树等等 都让观众印象深刻 因为在龙民中的精彩表现 廖启智还拿到了金像奖最佳男配角 依次证明了自己 因为这些电影 廖启智曾连续六次被提名最佳男配 最终获得了两次正式奖项 获得了圈内后辈们的尊重 而在廖启智成功的背后 是陈敏儿和三个孩子对她的支持 虽然工作很忙 但廖启智一定会抽时间陪家人 从未放弃过享受幸福的家庭生活 三个儿子 廖文哲 廖文信和廖文诺 也很敬佩父亲 一直以父亲为榜样 遗憾的是 2003年 这个家庭却迎来了巨变 2003年7月 廖启智的小儿子廖文诺 在一次跑步中扭伤了脚 进而全身布满了红点 被紧急送往医院治疗 经过医生们的检查后 廖文诺被确诊为急性淋巴白血病 也就是大众口中的血癌 得知儿子患病后 廖启智和陈敏儿大受打击 情绪完全崩溃 开始四处求医 希望能留住儿子的生命 廖启智要赚钱养家 陈敏儿便驻扎在医院 全天候照顾儿子 最终让廖文诺的病情得到了控制 八个月后 廖文诺出院 但医生却说 最多只能保证三年不复发 以后的情况 谁也不能保证 从此后 廖启智和陈敏儿 一直生活在担忧中 对小儿子也格外关注 让人心痛的是 不过短短两年时间 廖文诺便出现了持续发烧 和身体疼痛等重症 不得不再次入院治疗 这次 廖文诺接受了长达九个月的治疗 病情依旧未得到控制 为了陪伴儿子 廖启智放下了一切工作 就连金像奖给他颁发最佳男配时 他都没有到场 虽然这对夫妻付出了时间和金钱 但却始终无法挽留死神的脚步 2006年4月5日 5岁的廖文诺闭上了双眼 廖启智和陈敏儿也久久无法释怀 因为小儿子的离去 夫妻俩的情绪都很差 廖启智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家庭 过得十分辛苦 好在身边还有两个孩子 两人才慢慢走出伤痛继续前行 小儿子离世后 廖启智越发感到家人的重要 逐渐放慢了事业的脚步 开始将精力放到了家庭中 为了安慰妻子 廖启智还在两人结婚20周年时 偷偷筹备了迟到的婚礼 给了妻子一个惊喜 在婚礼上 廖启智感谢妻子的20年陪伴 也感谢他对家庭的付出 夫妻俩相拥而弃 场面非常感人 2014年之后 廖启智接拍的影视剧逐步减少 开始专注起了养生和生活 早上他会和妻子相携去跑步 回家后为孩子们准备早餐 然后一起看书看电影 生活过得非常惬意 近几年 香港演艺圈的刘嘉玲 周润发等人发起了爬山热 廖启智也时常去参加 网上时常可以看到 他和周润发的合影 疫情爆发后 全港演艺人员挺功 他加大了运动的力度 但身体却越来越不舒服 尤其是胃部 时常感到胀和疼痛 直至无法坚持时 他才去医院做检查 不幸的是 廖启智最终被确诊为是胃癌 在夫妻俩的一致协商下 并未对外公布消息 开始了低调的抗癌过程 犹如小儿子一般 廖启智在经过了几个月的化疗后 病情有所好转 让一家人开心不已 谁也未曾想到 3月22日 廖启智已患癌的消息才曝光 3月28日就看到他离世的报道 据悉 廖启智在治疗期间 时常安慰妻子陈敏儿 希望他能积极乐观的生活 不要因为他的离去而放弃自我 这次受访 陈敏儿透露经过一年的沉淀 他最终选择放手 在最近停掉了廖启智的手机 但他对廖启智的不舍 与牵挂之情仍每天在回答 他回忆到 80年代 夫妻俩曾到欧洲旅游 乘坐的是非直航 平架飞机 原本计算好时间能赶回来开工 结果计错时差 无奈之下 廖启智一人改乘坐直航机 他则按原计划 坐非直航飞机 虽然两人很快就能见面 但入闸时 大家都忍不住泪流满面 还在闸口抱头大哭 而生离死别 就算知道很快会团聚 还是会很不舍的 丧夫这一年的感觉也是这样 所幸大儿子廖文哲 以及次子廖文信都平安长大 两人现在已经大学毕业 并从事着自己喜欢的事业 今年3月 廖启智23岁二儿子廖文信 在个人社交账号上 发文为女友庆祝生日 令两人的恋情曝光 廖文信写道 祝福他上一个星期一生日快乐 发文的同时还晒出情侣合照 照片中 这对小情侣现身户外游玩 两人紧紧的靠在一块 表现亲密 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那份浓烈的爱 据悉 廖文信是网红团队的幕后工作人员 事业发展的还可以 他的这位女友就是团队中的同事 曾经爱留长发的大儿子廖文哲 丧夫之后剔成了小平头 看起来男人味十足 大学修读音乐制造专业的他 依旧在做音乐 只是他做的音乐比较小众 没有引起太多人的关注 总体来说 廖文哲和廖文信日子都过得不错 如果廖启云知道 一定很欣慰吧 那么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了 请您点击订阅 打开小铃铛 让我每日准时为您播报 明星的去玩去世 我们明日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